使用痘痘貼主要的目的是在隔離外界的髒物 或者是吸附傷口的分泌物 以及物理性的防曬 但是它沒有辦法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休心安 大家好我是藥師陳怡安 臉上一點一點紅紅的痘痘 讓你覺得很煩很討厭嗎? 今天帶大家到藥局選購痘痘藥 到底怎麼挑怎麼選 長痘痘要擦什麼才好 想要攻略藥局痘痘藥的你 千萬不能錯過今天這集喔 注意注意 再到藥局買藥前 要先了解自己的皮膚狀況 不是所有的痘痘都擦藥就會好 如果不安心 記得要先找醫生看過喔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呢 是我們正在成長中的痘痘 痘痘寶寶 那我們痘痘的成因呢 基本上就是 皮脂分泌過於旺盛 皮脂分泌太多了 就開始滋養我們的痘痘 然後呢毛毛開口角質化異常 原本我們的皮脂可以順利的排出 但是因為這個出口的地方被塞住了 所以就把這個痘痘跟皮脂包在裡面 然後呢毛毛附近也會有一些坐瘡感菌 就是周圍的菌叢 他可能會吃這個皮脂 然後過度的滋生 所以造成皮膚有一些發炎的狀況產生 那在毛毛周圍的肌膚呢 他也可能會有一些發炎的情形 所以我們的藥品呢 基本上就是針對這四大症狀去做改善 幫助你減少你的皮脂分泌 或者是加強你的這個角質的代謝 幫助他創造一個開口可以代謝 然後或者是抗菌 幫你抑制這邊的入瘡感菌 或者是減少你發炎的情形 這樣去做改善 那像是藥菌呢 比較常見的藥品 像是一些低劑量的A酸 或者是BTO過氧化粉 A酸呢 他可以幫助你的角質代謝 造成一些皮膚的開口 讓他皮脂可以順利的排出 那BTO呢 他會有一些抗菌的效果 那另外呢 比較常見的還有這個含瘤的藥品 他呢 也可以有一些抗菌的效果 那大家可能會比較不喜歡的是瘤 他會有一個臭臭的味道 有點像泡溫泉的味道 所以這個呢 就是大家可能會比較不接受的地方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是水洋酸 他也可以幫助你的角質代謝 比較正常一點 那你去皮膚科呢 可能會拿到醫生開力的 肚瘤花酸 他呢 除了有角質代謝的效果之外呢 他也有一些抗菌跟抗發炎的效果 還有呢 就是抗生素 他也可以有一些抑菌的效果 那抗生素要注意的是疗程的問題 要按時使用避免抗藥性 大部分治療痘痘的藥品呢 他可能都會有一些造成皮膚刺激感的問題 或者是造成皮膚的乾燥 所以在使用這類藥品的期間呢 記得要加強皮膚的保濕 然後白天也要做好防曬哦 皮膚的狀況很難單從外觀去做判斷 建議大家如果有痘痘困擾 還是先到皮膚科看診 如果呢你不了解自己的皮膚狀況 或者是使用了藥品 卻覺得不見其色 建議還是要先看過醫師 再選擇適合自己的藥品哦 使用痘痘貼主要的目的是在隔離外界的髒物 或者是吸附傷口的分泌物 以及物理性的防曬 但是痘痘貼呢 他比較適用已經有開口看得到濃頭的那種痘痘 對於封閉型的痘痘呢 你貼痘痘貼反而會把它悶住 含藥的痘痘貼呢 一般是添加了水洋酸、茶醋精油 或是一些抗菌成粉 但是他沒有辦法真正的治療你的青春痘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視情況使用哦 看完今天這集 大家是不是對痘痘藥略懂略懂了呢 如果只是要硬硬及硬腐偶爾冒出來的大痘痘的話 也別忘了注意我們剛剛所講的內容哦 如果你反覆的擦藥都不見好轉 也別忘了一定要到補兔科去報到哦 千萬不要像神農藏百草一樣拿你的臉做實驗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 是一個成長中的痘痘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忙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哦